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继续以佛所书的讲经 我们今天是第二十二讲 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还是想我们今天先把经文来念一遍 我们的经文要从以佛所书的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 那现在我们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我来为你们来念 十二节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难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十七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 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尝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阿们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患难与祷告 患难与祷告 保罗写这个以佛所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在监狱当中所写的 所以这就叫做监狱书信 那保罗是否在患难当中呢 他是 他在极大的患难当中 当时的监狱条件很不好 而且保罗很可能是一个挂着锁链的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重犯 他所以说他是带着锁链的使者 他是带着锁链的 当时的锁链并不像今天的那个锁链 我们说监狱里我们有些时候看到影片上 有些这个囚犯就带着镣铐 他们那个镣铐可能在那个靠近皮肤的地方 不会再是金属的 可能有些特制的 或者橡胶或者是布反而是软的 不会是刮伤犯人皮肤的 但是在当时第一世纪那个时候 文明并没有那么开化 监狱条件没有那么好 镣铐怎么这样靠在那个犯人身上呢 就是直接铁碰肉 那你如果不想要这个铁碰肉 那你就自己找一些布 塞在那个里面 塞在这个镣铐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直接刮到身上 但是还是很难受的 你带着镣铐 行动也很不方便 还有一种那个刑具叫做木狗 木狗也是很不人道的一种刑具 怎么讲呢 我看那个图片上就是说 犯人就把他放平躺着 两脚就伸在一个两个木框框的中间 他上下这样夹起来 那两个洞 犯人两脚就从那个木狗中间穿过去 他当那个木狗扣上的时候 那犯人最多只能这样子躺着 或者坐起来 如此而已 不能哪里都不能去 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种刑罚 那保罗在写伊佛所书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 是带着镣铐的 因此他是一个带着基督 带着镣铐的使者 他曾经讲过 他又曾经在那个前面一点 就是第三章前面一点的时候讲说 我原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要小 因为他这样是一个 当然是谦卑的表现 但是确实上 因为他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 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当时门徒当中的那个最年轻的约翰 就是说在基督升天以后 总也是十七八岁了 可以独当一面 可以成为使徒 那你知道他们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传道以后 他们有很多人信而受洗 先是一百二十人在马可楼上 后来有三千人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保罗 就是说保罗那时候叫扫罗 还没有加入他们 保罗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 还是一个少年 等到他们在三千人在耶路撒冷受洗以后 圣徒们就开始过着教会生活 过着集体生活 你们记得他们有一次为了这个饭食分配不公 于是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要推选职事 他们就选出好几个职事来管理饭食 其中有一个管理的这个人 是智慧充满圣灵充满 在外有好名声的人 他叫尸体凡 尸体凡 从尸体凡开始 保罗才出现在十度新传当中的 也就是说 当这个尸体凡被犯怒的犯怒拿石头打死的时候 保罗是在旁边 看顾那些行凶的人的衣服 所以按照这个旧约律法 他就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份的 也就是说他打死了尸体凡 他参与了这个事情 因此保罗每每想起这个时候 他心里是非常愧疚的 他知道他在这个事情上有份 因此他有讲说 我比众使徒当中最小的还要小 比众圣徒当中最小的还要小 但是呢 神赐给他极大的恩典 叫他明白这个一切的道理 而且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是我们的使徒 是谁叫他这样做呢 是神叫他这样做的 神怎么 我们怎么可以看出神叫他这样做呢 因为只有赐给他这样极大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新约当中 虽然我们有看到彼得书信 约翰福音约翰书信 约翰福音是非常了不起的福音书 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的讲话 也有约翰自己所写下来的 应该都是圣灵启示约翰所写的 写得非常的非常的仔细 但是在救恩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恩典可以转而临到外邦人 这些解释上面呢 也只有保罗的书信是写的最最详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原是外邦人 后来信主耶稣基督 那就是因为蒙他的福 这个要必须感谢 我们必须要感谢 当然第一个要感谢主 第二个要感谢保罗 唯有保罗在当时这样牺牲奉献 他真的是牺牲 他甚至蒙受很多苦难 因此我们才得以听到福音 整个世界 除了犹太人以外 整个世界的人才得以得听福音 我们最好感谢保罗 但是保罗在当时 你晓得保罗虽然是使徒 他是这个像以弗所教会 是他等于是他一手创建的 像哥林多教会 也等于是他一手创造的 创建的 但是你要知道 人还是人 他虽然是一个创当地教会的方的创办人 但是人你知道 人在人情在 人走查量 当保罗离开了那里 当保罗到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捕 一路传递一路被囚犯一样传递 一直到罗马的监狱里头去 人走查量 又谁还记得保罗呢 哥林多的人真的 那时候很多人忘了保罗 他必须写信来 告诉哥林多的人说 你们该当如何如何 他写给以佛属的众圣徒 要写信 他其实也不知道 以佛属的人怎么看他 这是人之场景 你不要以为 我们那些使徒先知都是自信满满 都是有神同在 因此他的信心很大 不是的 使徒先知在做行事的时候 我们都是指着神的名 我们指望着神的名 让神给我们安慰 让神给我们力量 我们面对的是人 我们面对的人 就跟今天的人是一样的 虽然面对的是基督徒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真完全不晓得 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 你们啊 你们信基耶稣基督 对不对 你在里面 你要放胆无拘 督信不移的来到神面前 保罗特别担心一点什么 保罗特别担心 这些圣徒 会因为他的遭遇 而不再这样子 督信不移 我们说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我们说信信信 我们要相信 可是呢 我们是否一直的相信 哪一位在座听讲道的人 他如果说我信主以来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没有嘛 如果神真的要跟我们计算 我们这个曾经信心软弱 怀疑过的时候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都有罪 我们真的能够因信称义吗 如果这样讲 你的信要完 如果说完全的信才能得到完全的义的话 那我们有配吗 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信 当你做基督徒 你也许在刚信主的时候很快乐 因为神可能那时候是突然之间医治你 或者是保守你一阵子 让你找到工作 让你这个病得医治 我们也许有经过这样的这个过程 但是在时候过去 当你在信主当中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 你后来又碰到经济危机 又碰到失业 又碰到患病 也许不见得是你自己患病 也许是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有的时候孩子患病 比我们自己患病还要更难受 不是吗 啊真的 我想到我女儿如果生病的时候 那真的是不如就把病给我吧 我至少病在我身上 我还知道 我到底是今天比昨天更好更坏 小孩子生病你根本叫她讲 她不会讲 她不知道 她讲出来我也不知道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不如换在我身上 至少好坏我自己知道 对不对 好坏好不好扛 好扛还是不好扛 我自己知道 但是 真的 你看到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 或者遭遇不幸 或者遭遇苦难 或者遭遇疾病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会说 从来没有软弱过吗 这个不要讲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都常常软弱 对不对 像我在 如果当我这样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的主 不是充分供应我吗 难道你真的要把银行里的存款全都烧完 你才开始供应我吗 我心里不仅提出这种怀疑出来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才供应我 真的 所以保罗有这种想法 很正常 他一定要提醒 以佛所的人 他自己曾经走过这段路 他知道以佛所的人 还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这段路的 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教会一定会有所谓两代基督徒 就跟我上次那个图所示的一样 天赋在上面 圣子在右边 圣灵在左边 然后下面接着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就是成圣的基督徒 已经可以当领头羊的基督徒 可是领头羊的下面还有很多刚刚进来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要前面能带后面的人 保罗在写这个书信 他已经当了使徒 他当然是前面的人 他要以他的信心 他的榜样 他要让以佛所的人看到他的榜样 因而他们的信心可以增长 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 牧师至少你要做榜样 你要有信心 你要熟悉这个道 这才能当牧者 对吧 如果说你的这个信心不足 你自己软弱 没有一个人会 当人家看到这种榜样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这个教会我待不下去了 这就是很多最近有一些这个文章出来检讨 说又有一些牧者阵亡 他们所谓文章中所写的牧者阵亡 不是说这个真的去就是盟主接走 不是 而是很多牧者在他们成功以后 当然也有不成功的牧者也同样情况 但是就不写了嘛 没有人知道他们 但如果说一个牧者是一个成功的牧者 然后产生这种事情 那他们就记录下来 就知道大家都知道 他们怎么说呢 牧者阵亡有婚外情的 有在这个财务上这个有问题的 或者说最后他信仰自己辩解 就是说以前讲一套 后来他开始就是受世界的影响 以至于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自己都怀疑了 甚至有牧师做一做 做不下去 跑去干脆我做生意 有没有 也是有 都有 这些就叫做牧者阵亡 那当牧者阵亡的时候 当你的前面本来是一个好榜样的牧师 你在心目中是一个好榜样的牧师 突然出现婚外情 丑闻被报纸爆出来 或在会众当中流传 这个时候 你就很清楚 我们都不用去问别人 我们甚至这个会众 你不用去查考圣经 有没有说 如果说我的牧者 这个婚外情 那我该怎么办 我赶快查圣经 才知道我要怎么办 没有 都不用查 大家都知道 就开始离开了 对不对 这个都不用 这是人所共知的 这神放在我们心里 当你的牧者 不再是你的榜样的时候 没有人会跟随 那保罗现在 在为什么他特别担心 以佛所的人 有这种 会不会相信他的话 他前面讲 他是众圣徒当中最小的 但他有神给他很大的恩赐 但是 然后跟大家讲说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 放胆无拘 独信不疑的来到他面前 他要求以佛所人家 独信不疑 为什么 他在灵欲之中 那个字不念无 念灵欲 在灵欲之中 带着锁链的死者 他很怕 有人看到这样的榜样 就失去信心 所以 我们所要看的榜样是什么 我们所要看的榜样是说 我们的牧者 要成成功 站在讲话上 讲话大声 声音嘹亮 走路有风 然后这个 开大 开好车 住洋房 要这种牧者吗 还是说 我们要一个牧者 他结果 因为传福音的原因 被迫害 被关进监狱 好像真的很凄惨 你看 没有自由 神有祝福他吗 神有祝福保罗吗 这个在任何人的心中 都会起到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的牧师 因为传福音被关起来 这个跟另外一个牧师 他因为 因为亏空教堂的款项 被关起来 这两个 有没有不同呢 同样是被关起来 或者说 我们都不要看 只要被关起来 我们都不要再追随 这不是我们的榜样 我要看那个牧师 他的教会是年年增长 人数越来越多 到底我要找寻哪一种牧者 有人说 很简单嘛 那我找寻 那个年数人人 年年增加的牧者嘛 对不对 可是 其实 圣经上 保罗要告诉我们 就是恰好相反 你们 他说 你们不要因为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的 你们的荣耀 是荣耀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而受了这些 这种患难 事实上 这个是荣耀 这观念 我们可以转得过来吗 还是说 我们就想说 这个 偷教会的钱 被抓去 关键了 不好 传教 传教他也没有技巧 还被人家抓走 也不好 我们还是去找这个 这个牧师以后 开会堂以后 他的人数年年增加 那这个就是荣耀 大家可能是这样子想 可是人数年年增加 又能代表什么呢 他是用了什么手段 才人数年年增加的 我们不晓得 这是实际上 圣经上 处处的告诉 不单单只是保罗一个人写 不是因为保罗自己被抓 他这样自己这样写 连彼得 彼得也是这样写的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例子呢 在彼得前书 第四章 你看 彼得前书第四章 他这里 我们有经文 现在打在荧幕上 从十二节到十七节 很多经文 但我想我今天 我们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 十四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却是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藏住在你的身上 你们中间 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偷窃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道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因为那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的人 从神的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所以彼得在这里讲 他讲说 其实基督徒 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忍受苦难 我们必须要能够忍受苦难 苦难是常常会有的 我们没有办法 即使我们信了神以后 神也不能保证 你的天色常来 你人生一帆风顺 不是的 我们的应许 神给我们的应许 都是在天上 祂在给我们的地上 也有应许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一定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信了主以后 都会一帆风顺 发财 生起 安康无病 没有 你真的回头看看教会 以后就知道 很多灵命很好 修养我们看 也很好的信徒 他们一样 会生病 会死亡 只是有的时候 我们教会 习惯讲荣耀见证的教会 碰到这种时候 就不讲了 我最近才听到一个 比较莫名其妙的例子 他们一个教会 蛮大的一间教会 他宣讲 医治恩高 医治恩高 他就推出很多弟兄姐妹 其中有一位是 这个 癌症 万奇 说得医治了 结果 为什么 那个弟兄怎么得医治呢 我清楚的知道 他是经过11次的化疗 得了医治 就在这个医治恩高 被他们宣扬了大概半年多以后 不到一年 那个弟兄去世了 因为我实底下知道这个弟兄 他去世了 教会提都不提 这就是所谓 有说荣耀的见证 荣耀的见证是做出来的 荣耀的见证是因为他化疗11次 但是 在他讲荣耀见证的时候 教会就说 医药也是神的恩典 对不对 这个也是 没有关系 如果说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要明白一点 在地上会有苦难 人要因为我的名 辱骂你们 杀害你们 逼迫你们 这主耶稣基督讲 人会对我们基督徒做这种事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们今天 因为福音的名 因为基督的名 而受苦 而能够忍耐得住的话 信心没有软弱 没有跌倒 那你是有荣耀的 有荣耀的冠冕等等 但是如果说 就像彼得讲 如果你们是因为 偷盗啦 杀害啦 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因为这些 做坏事而受苦的话 就算能忍耐得住 那也没有荣耀 完全没有荣耀可言 所以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基督徒是为何而受苦 如果能受苦 如果能够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名受苦 那必定是有荣耀 然后 这个不仅仅是保罗自己讲 这个彼得也讲 还有最主要是 主耶稣基督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甚至在他的教会 还没有真的开始建立的时候 他选招一些门徒 到一个山坡上坐的 他开始讲天国的福音 第一句话是什么 贫穷人有福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哀动人有福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你记得吗 这就是天国八福 他最后讲说 人若因为我的名 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然后这个你们是有福的 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子 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 主告诉我们 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 这个已经告诉我们 但是不是所有基督徒 只要受苦在天上就有奖赏 不是的 要看你为什么而受苦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为了基督的名 为了传福音 为了教化人 为了基督而做这些事情 你因此而受苦 那神是公义的 神是信使的 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 天国八福 那就是你的 你为他的名受苦 那这个荣耀就是你 所以我记得 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对罗马士兵 他们在迫害基督徒的两百多年当中 他们抓到了一群基督徒 四十个 四十个基督徒 那群士兵就开始逼迫他们 你们还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吗 罗马只能称凯撒为主 你们如果放弃称耶稣基督为主 我可以放你们 结果那些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 没有一个人愿意 他们就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于是罗马士兵 很生气 把他们赶到外头去 冰天雪地里面 下了大雪 然后说 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哇 这个身上衣服 你知道在冬天你在外头 已经冷得不得了了 台湾人可能没有多少的经验 但是在我们这里 甚至说在你到滑雪场的时候去 到晚上 太阳下 暗下来的时候 那个冷风 就只要吹到你 你就开始头痛 更何况就要把他外套什么衣服开始脱掉 脱掉以后就非常的冷 他们就 然后罗马士兵再问 你们现在如果阳气耶稣基督为主的话 那这个人可以把衣服穿回去 其他人必须就在这边 一直到你们阳气耶稣基督为主 为止 只能称凯撒为主 于是那些人 在那里忍受忍受忍受 就大家开始已经动得不成样的时候 动得不成样的时候 快要死了 竭尽死亡了 于是他中间有一个人就说 我受不了了 我不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了 他跳起来把我的衣服给我 然后那个罗马士兵 听了就哈哈哈哈大笑 对不对 那其他人 其他39个人看了一眼 没有因为这个人就动摇 场面非常感人 结果这时候有一个罗马士兵 他跳出来 他跳出来说 他说你把衣服穿回去 你把我的衣服也穿上去 他对那个叛变的人就这样讲 被叛耶稣基督的人就这样讲 那个摆夫长说 你疯了吗 我们是在抓基督徒 你在说什么 他说 我看到天上有四十顶冠冕降下来 从天而降 缓缓地要落在这些人头上 但是他跳起来的时候 那顶冠冕就升上去了 现在我要那顶冠冕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我的身上衣服 啊 结果这个人 就跑去 脱掉在身上衣服 跟那些基督徒抱在一起 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不晓得 是不是这个摆夫长因此心软 或者害怕就走了呢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真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 耶稣基督必给我们安慰 我们在天上的赏识必定是大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题目的前半段 苦难 患难与祷告中的患难 我们在地上会不会有患难 我们患难的时候要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祷告嘛 哎呦我会有难处 我生命我祷告 我失业我祷告 我们家里有什么问题 我祷告 主啊求你 求你帮助我 是不是 这是基督徒正常的反应 我们就要祷告 保罗有没有为他自己祷告 我们不知道 保罗有为他自己祷告过 他说当我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 我曾经三次求主 请他把这个刺拿去 所以他也为自己祷告 当然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使徒 为凡事都祷告 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 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是我们当基督徒应有的福分 应该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祷告的 这个主交给我们祷告的目的 跟先后次序 什么先后次序 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 对不对 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执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样完了以后 我们再讲 我们每天的饮食 求你赐给我们 这个就是祷告的顺序 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 可是我们更要为神的果度祷告 对不对 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 主导文里头 有很多条 虽然是放在后面 但是是为自己祷告 免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了 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别人的罪一样 这个句话 第二后半段也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我们要为自己祷告 但是保罗写给以佛所书的 写给以佛所人的时候 他是为自己祷告吗 保罗是为以佛所人祷告 其实他已经求了 他求你们 求以佛所人 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受的患难和丧胆 他已经在为信徒的灵命在祈求了 他是为别人在祷告 他不是为自己的 不仅仅是为自己祷告 他为他的羊祷告 这个就是主看中一个工人 我们在教会里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不能讲说一个模子套在所有基督徒身上 基督徒有领头羊 有小羊 是不是 小羊总是软弱的 我们要常常想小羊看到了什么 小羊看到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做个好榜样 我们尽其可能的做个好榜样 但是有些事情不随着我们 是不是 有的时候 牧师在教会里可能人人尊重 可是有的时候牧师在外头 如果不小心 比如说他 他那个speeding 他开车太快被开了黄单 被高速公路上 或是在马路上转弯的时候 没有减速 就是过去了 警察把他拦下来 你看到你的牧师被警察拦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 开车这么快 有可能的 我们还有一次在教会当中 等一个主讲牧师来的时候 最后他就打电话说他不能来 为什么 因为他在开车路上 他年纪比较大 出了车祸 那我们是不是说 这是不好的榜样 我们信心很可能会因为 这些事情而软弱 就像保罗 他被抓去监狱里关起来 一般我们 我们如果求人祷告 我们说 我们希望说 找一个灵命比较高的人祷告 最好牧师 一个教会里有很多牧师说 那一般小厨长帮你祷告好不好 不要 这个我们能不能找屈牧 或者找一个分开的牧师 传道人不如牧师 牧师不如主任牧师 如果主任牧师帮我祷告更好 有没有人会跑去监狱里头找一个监狱的犯人帮我祷告 可能很少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小羊的眼睛 我们不明白属灵这里头的地位 而保罗 你要知道 他虽然是在监狱里坐的 但是他其实是我们的荣耀 他是我们的荣耀 为什么 因为他是真正真正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苦 他是为了传福音的名而受苦 你要知道他为了这个事情 最后他付出多少代价的话 我们要更要知道他真的是我们的荣耀 他是愿意把性命都交出来 为了羊而牺牲的人 他虽然不是耶稣基督 但是他已经学到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说我求你效法我 狂妄的话 但是后面那句话 因为我效法基督 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 基督为我们舍己 所以这个肯为羊舍己的牧人 那真是好牧人啊 若是故宫 狼来了就丢下狼逃走 但是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又是主自己所说的话 对不对 所以保罗绝对是好牧人 按照主所说的各种话 各种条件参考起来 保罗绝对是一个好牧人 他的排名 如果天国有排名的话 绝对不会在大牧者说 教会一听到很增加这种 出去他甚至可以去买私人飞机的这种牧者 他的排名绝对要高过这些牧者 因为 因为他是为真正真正 为耶稣基督的名誉付出代价 是这样子的牧者 因此呢 但是保罗还是求 因为他不知道下面的什么反应 求你不要 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难 有的时候我们看了前面的榜样 若是一帆风顺顺顺利利过去了 我们很安心 我们也赶紧走这条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我们前面走的人 比如说这条路是这个 我不晓得在台湾没有 在有的时候美国 一条路上面叫结了冰 很滑 校园里头是说那个下大海的雪 然后路上还有结冰的 然后这个雪很大滑 那我们知道到底能不能这样走过去呢 前面这条路有点斜坡 大家你看我我看都不敢出去 后来有一个人很勇敢的出去 走走走走 看他走在这个雪地或冰片上面 觉得哎呀好 没事 噗通突然之间 哦 那个人滑倒了 滑倒以后呢 哎呦那我们真的不要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呢 如果说你前面的榜样 是叫做传道人 结果被抓到煎熬里头去 你会不会胆寒啊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患难而丧胆 这在我们台湾或在美国的 这个信徒这个工人来讲 我们没有想象这种事情 不用想象这种事情 但是有人跑到这个什么土耳其传福音 在中国传福音都有点危险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不然就请去被公安请去喝咖啡 三天喝的喝咖啡要很久要三天才能回来 这种 这种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胆寒就不敢去做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要为我们所受的患难档案 不要上胆 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个我们必须自己要体会 我们不能永远只看榜样 榜样那你说真的看到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上十字架 如果我们的救恩每个人都要经过这种 先死才后生 而且死又死得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走这条路 好 这就是保罗在前面的这个祈求 他为以弗所人以祈求 他求以弗所人 当然他也为以弗所人向神祷告 然后呢 十四节开始 就是保罗所要为他们祷告内容 保罗是不是祷告说 主啊 我今天为他们而死 为他们而受捆锁 求你保守他们 不要让他们像我一样 不要这个也受到捆锁 他们出去传福音 不要受到罗马政府的避憾 保罗不是这样祷告的 如果这样祷告的话 这个祷告的灵命还是有问题 保罗明明知道 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为耶稣基督做事 受苦 是在天上有奖赏 是有荣耀的冠冕等的他们 这个冠冕要比地上的苦足 是比较起来 地上的苦足是完全不止一顾的 因为自战自轻的苦楚 对不对 他们所要追求的是 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个就是保罗所追求的 他不是只是讲讲安慰自己的 他真心的希望 下面所有的信徒 都能够认识这一点 十四节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们有的时候祷告 常常在睡前祷告 会跪在床前 我们祷告那个时候 是personal的祷告 常常是为自己所求 求这个求那个 但保罗今天是为以弗所 以弗所教会的人 甚至是普天下这个外邦人教会的人 他为他们祷告 他愿意跪在这个神的面前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民 这句十五节 就是指在描述天父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要知道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由他得民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天父一个特质 他是在万有之限 因为他创造万有 万有才能从他得民 很简单吗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我的名字谁起的 我爸爸 我妈妈起的 对不对 就这样 你的名字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所起的 有没有说 我爸爸的名是我起的 有没有人这样讲 哪里 在座有哪一位 我爸爸的名是我起的 我爷爷的名是我给的 没有嘛 天上地上各家 他所有的名都是由他而来 由他而得民 表示天上地上的各家 天上天使 魔鬼 甚至撒旦的名都是由他而来 地上 所有的人啊 动物啊 都是由他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 很多动物的名是亚当所取 亚当的 为什么亚当能给这些动物起名呢 神吩咐 所以 这是天父 他向天父祈求 第16节 这一节是比较需要多一点解释的 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你们记不记得在以弗书第一章的时候 保罗就为众生徒祷告祈求 求他将呢 什么 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所以保罗在一开始 当为这个圣徒祈求 要求 主将这个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这是我们 这就是求圣灵的祷告了 代求圣灵 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圣灵 但是 我们今天有圣灵 等于是有 有印为一个印记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的印记 我们在身上有了耶稣基督的印记 就是因为 怎么讲 我们叫有圣灵 有圣灵就有耶稣基督的印记 但是在这里 以弗所书第三章 又进到下一个阶层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在各本的翻译是不一样的 而且只有和和本是这样翻的 和和本是叫我们心理力量刚强起来 有两个问题 我待会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 他说心理 其实不一定有心理 圆文我们看不到说在心里面 第二个是力量 为什么说力量也是问题呢 因为在标准本跟心意本 还有我这边列了 现在打在荧幕上 标准本跟心意本 跟Kim James Version 他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 我们在别处不会看到 他们说在内里的人刚强起来 英文就叫inner man inner man 在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看原文的时候 你就发觉根本就没有心理 也没有是里面的力量 他保罗直接用里面有一个人 叫我们里面的这个人 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刚强 这个就是原文保罗 为以佛所人祷告的意思 这个很难想象是不是 内里的人 那难道这个基督徒是孕妇吗 我们知道孕妇就有内里的人 对不对 一个大人走的 妈妈走的 肚子都大大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这个小孩希望刚强起来 没错 保罗所讲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只不过他所讲的 不是说肉体上的怀孕 我们每一个人从圣灵那边 我们开始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保罗讲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在以佛所书这里就说我们在我们内里有一个人 你要知道这个内里这个人就即使是胎儿好了 胎儿跟妈妈是不一样可能血型就不同 胎儿跟脾气习性跟妈妈不会一样 有的说像 有的说像 有的说不像 对不对 我们有看过不像的母女母子 对不对 脾气更不要强 差别可能很大 我们这个内里的人是因为圣灵 圣灵所结的 这个是借着他的灵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叫这个灵怎么长大 必须是借着他的灵 按着他的丰盖着他的丰盖着他的丰盖着他的丰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叫我们里面的人强壮起来 所以我们在基督徒为什么说一定要重生 不是像尼哥底母讲的说 我们爬进母腹当中再生出来 不是 这个重生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意思 重生就是说我们里面会有另外一个人生出来 这个人没有物质 就是灵 是按照他的丰盖 荣耀 借着他的灵 逐渐长大了 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最神秘的一点就是在这里 很多教会 我知道不讲这个 在这里 你按照何何本讲吗 没有什么 就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什么力 里面再有一个人什么 可是你知道 你按照原文 你按照新译本 按照标准本圣经的翻译 你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inner man 因此我们必须解释 必须有一定有重生 你没有重生 一个人一个信徒如果没有重生 就表示他他这里面不会有这种力量 他没有另外一个性格生出来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好像昨日种种仿佛昨日死 今日种种仿佛今日生 这是真的有一个死跟生的一个分别在里面 我们脱去救人 为什么 我们救人所有的败坏罪恶就好像衣服一样脱去了 我们批上新人 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性格 新的脾性 新的圣洁 因为这是按照主的形象 真正按照主的形象所造的 对不对 有公理的人意跟圣洁 这是保罗所讲的 新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造 有公理的人意跟圣洁 这个就是新人 所以在这里 他为信徒祷告 祷告什么 你不但要有圣灵 我们不是求圣灵 求求方言 求求各种奇怪的能力 能够医治 能够讲道 就算了 我们真正要求 我们以后的人 要怎么样 刚强起来 要有力量起来 他要长大 他要逐渐的长大 基督徒不能永远满足在一个说 我们今天我们是 我们最得赦免是因为信 我们只要最得赦免就够了 我们就靠着最得赦免上天堂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 你去看任何一本 你说保罗好像提倡一信生意 你看任何一本保罗书信 请你耐着性子把它看完 一定讲到这种类似 重生 人改变 如果一个基督徒 你信主很多年 你没有改变 那对不起 你很危险 我必须在这里 郑重地告诉你们 一个没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 很危险 不要到了天堂门口面前的时候 主说不认你 你就说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种事情 我们不是信耶稣吗 为什么不能进去 主说 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都能进天国 有很多人奉我的名赶鬼 一并行神祭 但是我对他们说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把那个 没有把那个救人 作恶的救人 什么人会去作恶呢 我跟你讲 我们里面由圣灵重生的 这个inner man 是不会作恶的 他是有神 有主圣洁公义的形象 在里面 他是不会作恶的 作恶的人表示 就是还是救人 救人是作恶的 inner man是不会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 很重要的祷告 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见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那为什么是丰盛的荣耀呢 意思说他要他这个美好一切的丰盛 充满在这个人的上面 神应该是丰盛荣耀的 我们里面应该要有神的丰盛跟荣耀 如果说 就是说我们里面的inner man要茁壮长大 一直到有丰盛荣耀的样式 这就是保罗所为他们祷告 一开始第一句 然后十七节后面讲 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不能讲下去 我就把这个再念一次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的你们 这个好像绕口令一样 什么叫所充满的 充满你们 然后前面又是说 按着他的丰盛的荣耀 记得他的灵 这个详细我们从下礼拜再来解释 但是你们所要知道 第一个祷告 保罗为圣徒第一个祷告 得到圣灵 赐人智慧与喜事灵赏给你们 第二件事情在这里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他灵叫你们里面的那个人 强壮起来 强壮起来 然后之后呢 基督就这样的话 基督就是因为你们的信 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时候 你有真正有这个inner man 那基督就是住在你的心里 这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一切都要接下去 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些 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重生的新人 新人要在里面长大茁壮 把旧人除去 新人渐渐长大 有神的形象跟仰视 开始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感谢赞美主 荣耀送赞都归于你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